为什么不上线欧文冲锋枪呢 欧文冲锋枪是二战时期澳大利亚的一把冲锋枪 官方很喜欢上线二战武器 为什么不加入它呢 小尔认为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有计划 只不过还没轮到它上线 毕竟这把枪不仅外观独特 性能也很出色 我们一个个来聊 从外观就能看出 这把枪的弹匣是安装在枪声的顶部的 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准心就不好设置在顶部了 所以欧文冲锋枪的准心是在枪管的侧面的 而且后期的欧文冲锋枪还配上了刺刀 这确实是一个特点 性能方面也是毫不含糊 使用子弹也是9毫米子弹 弹侠容量为33发 射速为每分钟700发 射程比同时期的汤姆逊更远 射速和汤姆逊差不多 可靠性比汤姆逊高得多 所以汤姆逊都能加入到吃鸡 欧文冲锋枪没什么不可以 所以他在以后是极有可能上线的 毕竟外观和瞄准镜都很不同 而且性能也不弱 小伙伴们 你们希望上线欧文冲锋枪吗 我们下期见哦